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過了Christmas和新年之後 我打算重拾用後感系列 繼之前分享過Gel Mask和Facial Oil之後 這次輪到臉霜了 手頭上有8款我都是晚上會用到的臉霜 打算和大家分享分享 有開架、中架,也有貴婦品牌 如果你也有興趣想聽我的review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我的皮膚屬於輕熟型肝肌 秋冬要面對的問題 不外乎都是乾燥、缺水 然後隨著天氣的變化 皮膚乾燥程度都可以很不一樣的 最嚴重我是試過脫皮 乾紋爆出來,超暗,完全沒有光澤 所以在秋冬晚上用的臉霜 我自己要求是滋潤度夠 而且他們的持久度也足夠 不想起床的時候 臉是乾燥、慢慢緊 然後乾紋湧出來 但是香港的冬天 不是每天都又乾又冷的 有時候會有一點濕濕 所以秋冬用的臉霜 又不可以全部都是滋潤款 有些都會比較清爽 第一樣今天要分享的 就會是First Aid Beauty的這個霜 這款叫Ultra Repair Firming Collagen Cream 和平日的Ultra Repair Cream質地很不一樣 你會看到它是再挺身一點 再硬一點 但它不需要用手心搓開 滋潤度屬於中上 去到又乾又冷的日子 夜晚用我都覺得不夠 就會把它變成日霜 日頭用就剛剛好 然後味道方面 它是沒有任何的香味 用下去都很安心 敏感的時候用它 也不會有惡化的情況 有一點可以舒緩 大家都可以試試 它的價錢是$329.50ml 很耐用 因為每次的用量都是這樣很少 就已經可以延伸很遠 而且它不需要口茶 薄薄的一層 你已經感覺到柔軟度 飽滿度在這裡 然後第二款就是今天的性價比之選 來自加丹尼爾 這個是紅茶酵母修復精華霜 然後裡面你會看到是霜狀的 比較上輕盈的 推開的時候沒有想像中那麼GEL 有一點厚度 和會感覺到它的滋潤度 在加丹尼爾的產品當中 我覺得紅茶霜的香味 算是相當清淡的 因為聞起來是淡淡的草拌香味 然後效果方面真的不錯 它的滋潤度是可以比美到很多更貴的面霜 但是它只需要港幣200元就會有30ml 但是我覺得它的滋潤度真的冬天限定 就算好像我那麼乾 夏天用都會覺得厚的 然後修復功效方面 一分錢一分貨 對得住價錢 但是不要把它跟貴格的面霜比較 收復力是差一點的 所以如果你是預算有限 又想要一個冬天支援的面霜 它是一個好選擇 然後下一個要分享的就是 每一次開IGLIVE都有人問我用後感的牌子 Toucher 其實我手上是有四款霜的迷你版 這個是之前推出的限定套 但是今天主要想說 就會是他們的The Silk Cream 和這個Dewith Silk Cream 不好意思 我看錯了整條影片都讀錯了 它是叫做The Dewith Skin Cream才適合 觀望這一刻 The Dewith Silk Cream是$740 有75ml 然後The Silk Cream的貨品 size 價錢是$1090 50ml 讓大家看看質地 The Silk Cream是很軟滑 有少少Gel狀 然後一塗在手上 非常之水潤 好推 亦都很快吸收 它的香味比起剛才加丹尼爾 是更加淡 幾乎是沒有什麼味 但是又不會有奇怪的化學味 以滋潤度來說 秋冬夜晚單用是不夠的 但是為什麼我都會放進去今天這條影片 就是它非常適合配搭不同的Facial Oil 有時候可能輕一點的Oil 悶一點熱一點的日子 或者是冷一點乾一點 我用厚一點的Facial Oil 它都可以配搭 而這款The Dewith Silk Cream 它的質地是相比起剛才的 厚一點 挺身一點 沒有那麼軟 然後一塗出來 是淡淡的紫色 你會感覺到它的滋潤度 明顯是高很多的 它都一樣 如果你是很大力 很認真地吸收它 是有淡淡的香味 但是兩瓶的味 又不是完全一樣的 不過都是很舒服的味道 然後這一款 真的很適合乾的秋冬夜晚用 又是天天使用 會覺得太厚重 然後它用完之後 皮膚的光澤度很漂亮 所以我都很喜歡 這陣子秋冬用它 你會看到已經用了大半瓣 除了光澤感之外 我覺得它對於改善乾紋的效果 都真的不錯 連續用了幾天 你會發現自己的皮膚 真的細緻了 所以這個價錢來說 我覺得是值回票價的 下一個就是年年冬天 我都會用 跟大家介紹過 但是從來都不買貨 後的這一款被貼滋潤面霜 每年秋冬 用一勺迷你妝的習慣 已經維持了六七年 它的質地 是有少少像牛油 然後塗在手上 給大家看一下 是有油潤感 有嘔嘔的厚度 但是一點都不會厚 是很舒服的一個霜霜 後的產品一般都有香味 它跟精華一樣 聞起來很雍容華貴 很宮廷 很高雅的味道 然後為什麼這麼多年 我都很喜歡它 永遠是排在我的頭三位 就是因為它油潤 滋潤得來 是很輕的 完全沒有負擔感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可以做到 它的修復力也是很好的 所以這麼多年我都很喜歡用它 但是實在冬天限定 如果我買一大眼 它的價錢是1560元60ml 又用不完 然後放在這裡 又覺得浪費的話 倒不如我每次買它們的精華 再送這個迷你妝 剛剛好就熬過了一個秋冬 非常之好 我想大家都有少少疑惑 剛剛說這一款都是滋潤的 它們有什麼分別呢 我會覺得Tatcha這一款 大部分年紀的女生 夠乾的話就用得到 但是如果厚的話 你就真的要輕熟 可能由26歲打厚才用 你會感受更加深的 然後到下一款我覺得挺有趣 它是FUJIFILM出的 護膚品的牌子叫Aster Leaf 然後這一款是它們的啫喱保濕精華 其實我用了很多的了 其實每次用一筆 就會塗到一些橙色的啫喱出來 它是透明橙色的啫喱狀 然後你一推開 又是變得非常水的質地 我有少少懷疑自己的嗅覺 開始變得遲鈍 因為聞都聞不到一些明顯的味道 現在它已經平滑了 看不看得到?很快 這一款是今天唯一一款 我絕對不會配搭任何Facial Oil 只是單用它就足夠的一個面霜 因為它自己的保濕度已經非常足夠 是很神奇的 第二天起床都好像剛剛塗完護膚品一樣 甚至乎一些滿熱的天氣 我會有出油的情況 是很少發生在我身上的 所以如果你是混合機或者是油機的話 可能它會對你來說too much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都是乾肌 想懶人護膚 一口酒天奶 不需要任何的精華 前面你用它就真的很足夠 它的價錢如果以這個功效來說 不算太貴的 它這裡40g是850元 我覺得是可接受範圍 但是為什麼我不是經常都用它呢 就是因為我花心 我想之前用不同的精華 但是用它就只可以用它一瓶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放在長洲這裡 因為懶 很多時候可能都是跟朋友和鄰居 吃飽喝醉的時候回到家 真的塗它 第二天拍片你會看到我的皮膚 都一樣是這麼光滑的 來到最後就說這兩款 它們都有共通點 一樣是貴婦品牌 然後意外地 一樣都是我今天沒那麼喜歡的面霜 很多朋友私底下都有問過我用後感 這個牌子 我不懂得讀 很怕讀錯 不如叫做AB 好嗎 然後手上這款就是她們的Creme 最喜歡是她們的包裝 因為這個瓶蓋是磁石 很有質感 很好玩的 左手塗了太多Creme 不如用這隻手去示範 很容易推開 不會很油膩 很黏 或者是很不舒服的感覺 然後塗完 是非常強勁的光澤感 這個光澤感很漂亮 不是油光 不是油膩 然後持久到也很好 第二天起床 你都會看到自己的光澤感依然存在 但是為什麼我會不喜歡她呢 就是因為這個價錢 50ml 在香港買是要2220元 她只能給我光澤感 我本身期望她的滋潤度會高一點 是我錯的 我應該要用The Rich Cream 她說這個Creme 是給一些混合性油性的肌膚 但是我又覺得這個質地 混合性和油性都未必真的喜歡 聲稱可以一枝走天涯 不需要塗其他的 serum 但是在我身上 我真的要塗其他的 serum 才覺得足夠 然後我的鼻子好像壞了 我聞起來是有一股Creme味 不是香味 亦都不是臭味 是有一點點... 我也不知道Creme的味道 到最後就是來到Le Paris的這一款 叫做Skin Carpheer Cream Lut 我手上這一盒 就是迷你妝5ml 然後讓大家看看質地 差不多用完了 它是相對上比較固體結身的 挑出來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像霜狀 你要推都推到的 不會很辛苦很難推 不會推不均勻 但是我始終覺得 初開印上的方法來用是最適合的 我終於可以確認自己沒事了 剛才有一刻我真的很害怕 聞什麼都聞不到 現在一聞下去已經很明顯了 一種高貴優雅貴富品牌的香味 但相對上是濃郁的 為什麼我會說自己不太喜歡它呢 也是因為這個價錢 這個是迷你妝 如果去到Forsize 50ml 是4,450元 去到這個價位 如果一盒Creme我用下去 沒有一個很Wow的效果 我會覺得為什麼我要買這麼貴的Creme 它滋潤的 然後它收復力是好的 不過未至於去到這個價錢 要我選擇的話 它們的Sleeping Mask 真的第二天敷完之後 看著鏡子 哇!我今天漂亮了 皮膚馬上提升了 但這個Creme 暫時 我真的試過連續五天去用 都不覺得自己是升級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沒有我想像中期望這麼大 今天跟大家介紹了八款的晚間面霜 我沒有排位在Top123 因為每一天都很花心 根據不同的情況 我會選不同的Creme 以及不同的配搭 我都會用不同的產品 但希望這個用後感 都可以給大家一些參考價值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幾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更早三點和星期日更早十二點 喜歡的這個系列記得告訴我 拜拜